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对行业发展的一些认识 从2003年入行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时间 有幸的见证了中国塑料包装行业迅猛的发展 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塑料的包装品种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材料越来越环保 我们塑料包装的设备逐渐的向高速 高精 柔性方向发展 未来互联网与装备的深度结合 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速度化工厂 必将是高度自动化的智能速度化车间 呆龙秉承为您服务的精神 本着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使命 我们也以高速 高精 柔性和可靠 为物目标为客户设计和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包装设备 我们会不断的加大研发力度 促进内部管理 那plus见证了中国塑料包装和达亦龙的迅猛发展 至此国际塑胶展30周年之际 我仅代表达亦龙 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愿参与此次展会的国内外的同行 携手共赢 共创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